有的人说开车和不开车的人只差一辆车的距离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这和会英文卖语和只会说中国话一样 这两种人在思维上会有差异 会开车的人即使在走路都会注意各种交通规则 而没开过车的人却不知道怎么样的行为算是危险 开了车之后大家都会发现以前自己什么都不懂 很多人在会开车之后都不会很容易 穿马路了 以前觉得只要自己跑的话就不会有问题 直到他开过车才知道 自己能跑过去是因为司机踩了刹车 很多电影里看似浪漫的车里温情 还有急速飙车 没开过车的人才觉得这是生活 开过车的人会想超速压线闯都没人管吗 这电影太夸张了 开了车之后哪怕在路上都是小心翼翼 抬头看见红绿灯都会下意识地停下脚步 骑自行车总觉得怪怪的 到找完的时候才明白原来没有合适性 不好好的看清楚身后连转都不敢转 虽然没有开车 但是看到有人乱穿马路 心里面还是会暗暗不爽 不开车的人永远不会知道车上司机到底在骂些什么 只有开过车的人才知道什么是速度 开车的人坐别人的车指路时都会提前200米说 下面该怎么走 不开车的人却等车开到了路口才说前面右转 还埋怨司机反应慢 错过了爪弯 开车的人说的是近20公里里以内 远是50公里以上 不开车的人说的近是2公里里以内 远是5公里以上 只要是走路45分钟以上的路都算远 开车的人脑海里是整个城市的交通网 不开车的人脑海里只是家附近的道路网 怎么样在你看来 开车和不开车的人有什么差别呢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